今年才過了快一半 不少民眾已經開始安排 明年連假出遊行程 雖然行政院還沒公布 二零二五年行事例 不過在網路上 卻流傳一份明年的休假日期 網友推估放假天數為一百一十五天 光是三天以上的連假就有六個 其中春節假期更高達九天 可以看到網頁上貼出 估算版本的二零二五年行事例 三天以上連假有六個 包括農曆春節九天 二二八紀念日三天 清明節四天 端午中秋和國慶也都是三天 而明年的補班日只有一天 另外也有網友表示 在中秋節三天假期過後 上三天班又要馬上迎接國慶連假 如果中間三天上班 十月七號到九號全都請假 又可以連休九天 不過教育部還沒公告 明年的學校行事例 按照法規上限來推算 二零二五年國中小及高中寒假 可能放二十一天 而暑假共放六十天 也讓不少學生和上班族都表示 非常期待